好 那我们来讲一下闪电联盟 因为如果要不断电 我们现在要冲个电 对不对 闪电联盟还是这一些股票没有变 但你老板你要跟我讲什么 来我们来看一些新闻比较重要的 Important 这是昨天我帮大家看到了 国际经济史上首件 哇这真的太帅了 GOP28就是一些国家你不要理了 有近200个国家第28届联合国气候大会 这太饶舌了 到底饶舌在哪位不知道 反正他们希望可以终结石油时代 什么意思 就是他们呼吁 希望在2050年的时候 全世界都可以变成干净的能源 现在全世界都这样喊 我记得台湾好像也是喊205年 对不对 那为什么要可以看这个 因为这是第一次联合国的协议 他们讲好 会不会做到不知道 但至少大家愿意讲好 这是一个跨时代 为什么 我觉得为什么 我跟大家讲一个东西 你现在看台湾 我们台湾人用电是很幸福的 因为我们电价很便宜 但全世界的电网 智慧电网 现在电网要加智慧 等一下会跟大家讲 因为之前我们先布局的关系 所以产业比较没讲那么多 现在趁着股价 最近回挡之后稍有整理 老板花点时间 对不对 我们买股票 要抱得住 一定是要了解 为什么市场上对这些公司的产品 有需求 合理吧 没有需求的话 就是一下子来 一下子就没了 那股价就是上去就下来 那为什么市场上对重电这么有需求 而是从这两年开始 甚至从明年开始最夸张 因为你看 最近COP这种联合国的气候大会 会一路的开下去 2050年 来哈利波特闪电小棒棒 会实现净零排放 2050年 2030年全球再三能源要产能提高两倍 但有时候用讲的都比较快 为什么 来同学 我给你看一个新闻 我们讲的绿能源包括电动车这些都是 充电桩 大家都说现在充电桩不够 其实充电桩够也没有用 你后面的电网要能连起来 好 同学 那电网如果连不起来 为什么电网连不起来 因为这些地方都要场地 你盖电网 你盖充电桩都要场地 那随便一个政策 一个怎么样的 还是当地政府不好 尤其是人质的国家更麻烦 你一个卡关 一般来讲我们做这个充电桩 只要六个月 但是厂长很多地方都卡一年多到两年 卡着卡着 你有办法完成刚刚你讲的2030年要翻倍 2050年要全部用绿电吗 我们打个问号 但是你越拖 全部的国家就会踏伐你 你就要加快这个布局 所以现在开始 绝对是现在开始 从现在开始的未来五年 会是加快布局 为什么 怕我到时候赶不上 对不对 我2030年就有可能是第一次国际要检视的 我不现在能做尽量做 但我跟你讲 绝对没有那么容易做 来 接下来为 看图抽烤小时间 同学我刚刚这里已经讲完了 我要讲的就是说 现在这些电网没有那么好盖 就像我昨天跟你讲的 华晨它耕耘了25年 它才有办法做国外的市场 所以不是随便一个人都可以去做国外市场的 那这些欧美国家他们的电网 电动中要有电网 已经这么老旧了 所以在这么老旧之下呢 他们国内自己的产能都不足 他一定要找国家国际的来帮忙 那刚好台湾这几年被发现说做得非常好 你要知道哦 华晨它以前在全球它只是排名第五顺位 第四顺位的供应商哦 在北美 你看 现在你有什么时候你会买一个东西 已经找到第五供应商了 听不懂这个意思 有没有买过包包代购 有没有买过手表代购 有没有买过日本衣服代购 有啦 平常我们代购都是跟一两家问一下 这个下个月要推新品的帮我拿一下 你什么时候要找到第五家第六家代购说 麻烦帮我买一下这个好不好 这样子你就听得懂了吧 这就是全世界对电网 智慧电网零件的需求 好 给大家看一下哦 来之前没有好好介绍一下电网 所以要看图说故事了哦 来考考试抽考时间哦 哪一边是智慧电网 啊抱歉答案已经写在上面搞笑了 好没关系 这边是传统电网 就是哎这是火力发电看得懂啊 啊这是什么发电 你不要跟我说萤幕发电哦 我也考虑哦 这是太阳能发电 这是什么 你不要跟我说是指风车发电哦 我也考虑二连级哦 COMBO 这个叫做风力发电 OK 这三种发电呢 过去啊就是会集中在一个节点 啊高压电塔嘛 再输送到工厂 啊高压电这个电太强哦 最后工厂要用再要更小的电 再到住宅嘛 哎呦 我真的会看图说故事哎 那你这边要自己看一下吗 看一下图吗 一样有这三种电厂啊 为什么有一个东西 横空出世跑出来比较多 一样有萤幕发电嘛 一样有指风车发电嘛 一样有烟囱发电嘛 这个在台中嘛 这个在苗栗外海嘛 啊这在一些庙旁边的余温嘛 对不对 太阳蓝发电 风力发电 火力发电 好同学 想一下哦 这个图跟这个图 为什么这样就叫智慧 why 好 我来跟大家解释好不好 为什么现在智慧电网很重要 因为过去啊 我们几乎都同样一个节点之下 一直在交换 所以呢我们变成这里出问题之后 其他地方哎就跳电啊 没有办法支援了 现在智慧电网是这样哦 我们把各种电啊 各种能源都把它串联在一起 中间透过很多类似过去这种高压电塔的地方 我们就俗称电网就好了 那我们节点越多呢 到时候就能互相支应的越多 但是你要想哦 我节点越多 我要布置的零件就越多 听起来是绝对比较便利 变成有很多个地方可以去控制 甚至呢小区控制小区控制 这样避免呢单区过大的负载 过去是全部集中一个嘛 现在是啊这里分开 这里分开 这里到这里分开 就是大家可以去均匀的分配哦 看似很好 我再给大家看一个哦 智慧电网的架构 看似很好哦 现在就是你看哦 我们现在就是这样 同学我们这个就当做知识 因为你要知道你买的是什么 我们现在在发电嘛 发电就是刚刚那些发电 那要调度哦 这重点来了 我们讲的重电就在这里 要怎么把电输送出去啊 我现在要输送的电这么多 有从海上来的 有从太阳来的 有从火力发电厂来的 对不对 那我要怎么样把这个电传输出去 所以传输跟怎么配发这个电 这两个东西叫做重电 OK 所以很多人问了老板重电是什么 就是怎么把这么多的高压电输送出去 怎么把这些电再配置的很好到工厂 到除能设备到充电桩到家里 这就是现在的电网管理 那过去呢 这一块大家做完了之后 大概都50年前的产品了 所以现在要重新来做电网管理 你这里不做 你后面的除能怎么跟上 对不对 你怎么去调度 所以同学 这一张图 你可以把它记下来 资料来源来自于公园院哦 没有跟雷老板这么认真的 看资料来看到公园院去哦 所以最后才会是需求面的管理嘛 所以同学懂了吧 我们重电四雄呢 后面再做的就是从这里之后 发电有的他们也有做 但最重要是怎么配这些电 怎么架除能系统 怎么架充电桩 好 所以 有没有更清楚重电 为什么之所以这么重要了 对吧 你不会看你家门口 一天到晚再把电线拔掉 换来换去的吧 去挖地底 不会哦 这都是几十年一次的工程哦 刚好全世界要干净的能源 所以我们来了 所以同学 我们台湾的这四家公司 来我都把你重点画起来了 那都刚好有做这些东西 那最重要的是什么 他们不只有做这些重电需求的东西 最近啊 来我们来讲筹码面的东西哦 你看为什么雷老板那时候 会带大家先出掉一点雅力 跟出掉华城 会转入蓝色的这两家 同学 你看得懂吗 有一个数字很重要 我想问一句话啦 老板你觉得 你在看这四家公司的时候 他们都各自具备 重电的零组件里面的 高级产品 他们都有哦 华城是高级变压器嘛 高压变压器嘛 他是高压GIS嘛 啊四店刚好都做中间 你们两个没有的我做 雅力再做一些 所以你会觉得这四家有哪一家 比较弱比较强吗 在国际的需求上面 好你觉得没有的话 那雷老板问你一个问题哦 今天这个族群里面呢 到底我要参考的是 低本益比的那两支 还是要参考的是 高本益比的这两支 还是说 还是说 我觉得这个本益比可以平均 因为竟然是四雄 好那么问题来了 问题来了 好众电士雄问题来了 今年最卖座的电影是谁 嗯 直接跳太远对不起 今年最卖座的电影是 巴比 好没事 只是要跟大家提醒 我那个IG短片可以去看一下 第二卖座的电影 让你猜一下是谁 好所以问题来了 你会采取平均的本益比 还是你会采取最高的本益比 思考 同学 思考 本益比怎么给 这时候问题来了 我给大家一个提示 华城过去大概最高可以到30倍 甚至30出头倍 亚利最近冒出来了 他如果以目前看得到EPS跟股价来算它23倍 所以如果雷老板会怎么做 我不知道这两个本益比能不能再高上去 虽然说他们历史的本益比的空间还很高 但是就算是现在好了 大家都愿意给它25倍 愿意给它23倍 我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是 是不是这两家的本益比稍嫌低了一点 200张讲好像有道理 我现在不用去过去最高了 我都有这个了 但是我这两家为什么连过去 相对比较低的时候都还没到 同学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 那我来跟你讲 中兴电是因为诉讼案掉下来了 所以他如果明年诉讼 他诉讼案现在已经解决了 所以为什么 在我的看法里面 我如果先达到高本益比的 我愿意卖到一些来换低本益比的 你现在有这个逻辑了吗 同时为世雄为什么会这样子操作 因为大家总是怕买在平价最高的时候 你如果EPS上修已经很难了 你股价要再上修就是上修本益比 可是如果你本身的本益比也已经很高了 那你请问你上修要上修什么 研究员报告瞎没出来 你知道吗 为什么华城的一场法说 研究员只能把华城的目标价大概上 从300多上修到400出 但是呢 隔壁棚中兴电法说明明已经开完很久了 但是中兴电的法说 开完之后 其他家俊商出来开 他可以把中兴电的目标价从120块上修到180几块 上修了50% 同样都是开把说 同样都是中兴四雄 为什么 因为关键的数字在这里 雷老板帮你整理了啊 所以老板帮你雇啊 因为有两家 他评价本来就已经很高了 所以呢 现在市场上就会来关注比较低的这两家 你的产业地位啊 到底有没有输这两家 如果没有的话 这不是有点有点委屈你的 有点委屈你的 对不对 所以你看哦 为什么今天盘中第一个在拉的时候是四电 今天到收盘的时候 反而是之前长最凶的华晨 他比较黑 他刚开完法说 之前最强的亚历也没有 所以今天是拉四电 他好了 我刚不是说有个重点的消息吗 今天早上的时候 雷老板观看这个磐寺 突然间站敢无聊的时候 突然间觉得这个磐寺了无生机 不知道在长什么东西 就是大家都长得差不多 害我没有英雄无用武之地 赫兰一个人横空出世 跋山倒树而来 我们的殿长明哲 把门一打开 阿罗哈 我说怎么了 看他一脸丑陋 他说他很痛苦 我说你为什么很痛苦 你可以跟我讲tell me why吗 他说 老板你看这个 一时之间他代号打得比我还快 他说四电已经上影线 连四黑K 他的心底上下有点坎坷不安 我说店长君莫荒 是否下面还有MA参数 你持有罗盘是否可以观察一下 他说如果跌到MA参数 那我不就一百三十几回到一百二十 感受是相当的痛苦啊 相当的痛苦 同学回想上一part广告的时候 是不是我跟你讲 你如果看好的目标价 你过程中是不是会想说你获利又回来 获利又回来 因为他最终还没达到你的目标价嘛 但是我曾经跟店长深耕这个道理 他今天依然受不了了 在持有了重店数天之后 看他回档四天之后 他受不了了 他觉得我这一段本来一百块这样上去 最高一百三十七 赚得快四十趴 现在回到一百二十几 一瞬间掉了十几趴 他很不敢这样啦 少赚比赔钱还要难受 这就是店长此时最佳的写照 也是荧幕前租均最佳写照 但我说那你想如何做 请问店长欲如何做 他跟我说我想出掉他了 想要先把获利二十趴放到口袋 我很害怕 连最后的二十趴都没有 那我就说OK啊没有问题啊 那你可不可以先回答我 当初你做市店的时候 你做中心店的时候 你目标价是怎么设立的 他说那时候他也觉得像一百块 如果上修本益笔 之类他觉得可以报酬率涨到四十趴 他也觉得很合理 他觉得一百块涨到一百四 他可以接受或一百三十几 我说那很好啊 如你预估啊 可是他跟我说 当涨到一百三十几那时候 他觉得现在已经涨三十几趴了 不知道会不会涨到八十趴去 你心态变了 你的目标价是这样子给的吗 同学 我雷老板在跟你讲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都是产业面 然后那个什么策略面 还有技术面我都讲 你现在单单一个感受情绪面 你就把目标价想要再往上弹四十趴 好那就是你新设的 那是你新设的目标价 结果你现在下来了 你就说你受不了了 同学你回想 我讲这个店长的 早上跟我讲这个话 这是很多人心情的写照 涨的时候就说涨三十趴哪够 要翻倍 要怎么样 所以你看我抠讯那时候 我是有跟大家讲 诶 四店 华城 亚利 获利三十趴到四十趴的时候 我有带大家部分获利了结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你们就算看五十趴 看一倍的股票 你们过去都留不到半趴在手上 或者是抱不住 所以呢我先确定一件事情 跟之前的新日星一样 确定一件事情 你先把三分之一的部位 留三十趴四十趴在手里 剩下的三分之二部位 就算跌回到你的原本的地方 你这笔单你都不会赔钱 这是我十一月以来会员成本 我想要帮他们做的事情 比较后面来的 当然时间最贵啊 但是我还是持续的看好这个产业嘛 所以我才会布局啊 所以我跟店长讲这个原因是 因为你自己把目标价都往上提了 结果现在只是因为你的获利掉了一点点 你的目标价又要浮动了 那你何不当初你目标价到的时候 你就先出一些些呢 那也就是因为大家 明哲的店长的新生 跟大家的新生很类似哦 所以他今天进来跟我讲的时候 我其实当下很希望店长 把四店给出掉 但是呢 刚好的时候我们要预录下礼拜的节目 礼拜一的节目 所以呢他好像没有动手 结果就是这么巧 就跟我那张股市经典投资图一样 同学你一定要去看我的IG 我有秀一张股市经典投资图 你这一次的IG给他扫下去 有秀那张图出来 你就会发现店长啊 又再走回去股市经典投资图了 本来以为已经他破关了 结果他又走回去了 哇 他一进来录影的当下 四店啪的一声就急拉了 就在他有想出的念头的那个当下 所以你说 这是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指标 所以你们现在终于知道 我把店长重金从房仲业聘来 就是希望他是在我技术分析之外的 额外的人心指标 所以同学不要笑 真的不要笑 有时候就是你身边有这么好用的人 拜托耶 千万留住他 他就是你做股票赢钱的关键 OK 好 所以呢 最后我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去看这个 投资不迷路啦 好那四店今天最到底表现得怎么样 你看 这就是店长早上进来 我说我们11点要入喔 他10点多充受不了充进来 跟我讲了一大堆 然后就说我就跟他说啊你不要理那么多 我觉得还有机会 我们先录影再说 从11点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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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店长你有在看我知道 就是这样 从政士气 帮他从政士气电力十足 往后会怎么样我不知道 但是呢 雷老板趁着跟店长这个表达 我把一个如果你定好策略报酬的心态 我今天用了两个故事 一个是东荣兴 一个是四店 我跟大家讲 如果你做好了策略 你定好了目标价 你应该怎么做 你才抱得住 因为最多的人来问雷老板的就是说 雷老板 为什么股票你抱得住 雷老板之所以股票抱得住 一是我走了十几年 遇过太多次了 二是 我有用过很多调节获利的方法 来让自己的心态平静下来 所以不是我出生就这么强 而是 天天操练 日日栽培 OK 好 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到这边 那如果想要报名我分享会的同学 记得1月21号的要先打电话进来 那如果喜欢这一集的 觉得有韩金亮的 有打到你投资心态新生的 麻烦帮雷老板按个赞 然后把这一集订阅分享出去 投资不迷路 老板帮你顾 我是赚爆雷老板 我们明天见 拜拜